日本拼鞋李氏公旗 在今年3月举办的第一次巴黎奥运会日本国内选拔赛中 冠军选手获得了57分 虽然采用了重视国内大赛成绩的选拔标准 但据说在4月 日本国家队的选手等和协会方面举行的会议上 选手方面提出了打败中国选手获得积分的建议 恭喜一人强化本部长说 如果选手有要求的话就不能无视 我认为以中国为目标进行战斗是件好事 日本球员的进步将加速 另外确认延期的亚运会中国杭州 日本拼鞋决定不变更代表选手 亚运会单打的第一名可获80分 也不会变更 想击败中国排名前三的选手 谈何容易 目前中国男队前三是樊振东 马龙 梁敬坤 女队前三是陈梦 孙颖莎 王曼玉 梁敬坤只要头脑清醒 就是个巨人杀手 能限制马龙发挥的 只有年龄带来的体力与伤病问题 小胖大梦沙沙埋鱼 都是当打之年 一个比一个猛的猛人 国际拼联单打top10榜单中 日本男队排名最前的是张本志和 世界第七 女队排名最前的是早田希娜第五 伊藤美城第六 石川嘉纯第十 左开右看 或许只有一藤美城 能侥幸获得日本队巴黎奥运会资格选拔 击败中国前三名选手的特别积分吧 乒乓乓胡青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